韩国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 作用56万大军 主战坦克超2000辆 把它拼移到欧洲大陆上 甚至能超越英法两个军事强国 成为一个区域性霸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韩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 提到现今世界上的军事强国 老美稳居第一 而中国和俄罗斯紧随此后 再往后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英国 法国 印度的 但其实就在我国的旁边 却一直有一个被忽视的军事强国 那就是韩国 可能会有人觉得 我是韩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韩国纸面上的常规兵力 根据公布的资料 目前韩国现役陆军总人数为56万 预备役人数在60万左右 在全世界范围内 韩国陆军的人数也是名列前茅 只落后于中国 印度等几个大国 而且这一数据 甚至超过了改革后的美军数量 当然只靠人数 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现代化战争比拼就是装备 然而在我们眼中 微乎其微的韩国 实际在军事武器上 也具有很强的实力 目前韩国陆军装备了 六个机械化作战师 全国共拥有坦克超过2000辆 而他们的主战坦克 则是常年被媒体评为 世界十大坦克的三代坦克K2 综合性能方面也是非常强悍的 另外韩国陆军还拥有 2600多辆步兵战车 4500门的自行火炮火箭炮等 600架直升机 这些编制足以让韩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 而且韩国除了装备自身军队外 在武器出口上 凭借自己的军工产业 韩国也成为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 他们研制的K9榴弹炮 深受印度澳大利亚的喜爱 除此之外 在空军方面 韩国拥有180架F16战斗机 和60架F15K战斗机 海军方面 万吨级驱逐舰 常规动力潜艇 两栖攻击舰 韩国也是应有尽有 如果把韩国这样的实力放在欧洲 甚至是力压英法德的存在 目前英国陆军只有7万人 坦克207辆 法国陆军10万人 坦克220辆 至于德国 二战失败后 德国的军事就基本忽略不计了 所以光看纸面数据 韩国的实力甚至要超过英法德三国了 把韩国从东亚迁往欧洲 那绝对是地方一把 那么到这里 我们就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其实很强大的韩国 在国人眼里 看起来却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国 毫无存在感呢 说到原因 可能中国人要骄傲了 套用网上的一句话 不是韩国不强大 只是我们海牛逼 在现代化陆军方面 国军可以说是吊打韩国 无论从兵力武器等方面来说 我国领先韩国太多了 兵力 我国85万人的常规编制 如果再加上预备役 那数量恐怕将会翻几番 这样的人数 椅子排开可以绕韩国几圈 韩克方面 我国拥有4000多辆 其中还有数百辆世界领先的99A 这还是最基本的 再算上火箭炮 武装直升机等 用一句碾压韩国来形容 一点都不夸张 毕竟我们是对标美军的 韩国在我们这里真不够看的 第二点原因就是 韩国的军事实力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实战演练中却表现得非常差劲 比如在燕平岛炮击中 韩国最拿得出手的K9榴弹炮 六门中三门出现故障 剩下三门打出的炮弹都飞到了海里 如果这样的战绩出现在一场全面战争中 简直就可以用废材来形容 第三点原因 就是韩国缺乏战略性武器和兵种配合 真的打起战来 大概率战力会比不上它北边的朝鲜 毕竟光是朝鲜拥有原子弹 就能让韩国如做针毡了 最后一点就是 韩国的机械化能力不足 虽然目前装备了六个机械师 但其他的陆军作战只能依靠卡车 有的军队甚至到现在了 都还没装备上重武器 可以说 除了六个装备精锐的机械师 其他的部队都是充当人数的存在 说了韩国军队这么多缺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全世界范围内 韩国的军事实力绝对也是不容小觑的 方道非洲南美洲都是最强大的存在 只可惜他出生在了 全世界最恐怖的东亚怪物皇 周边朝就这么几个国家 经济上三个进入世界前十 军事上一个比一个能打 最终导致原本很优秀的韩国 在周边显得就不突出了 以至于韩国的真实军事实力 常常被低估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